柯文哲最近又在說 獨體剛完的時候就上網 中國領域也往外面都是 你們有看他到底嗎 柯文哲講話怪怪的 從他一上任到現在 已經怪到離譜 怪到偏離民意 這個 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是柯文哲自己的危機 他講話已經偏離民意 沒有參考價值 而且是反指標的法 這是哼哲自己的危機 至於住玻璃屋的人不要往外丟石頭 我告訴各位 住在玻璃屋裡面的人 就是姓柯沒有錯 叫柯文哲 後衝效應已經發生了 你要講話離譜 他自己住在玻璃屋裡面還亂講 所以大家往他丟石頭 他現在處境就是如此 我想他是 會這樣講是有感的話 但是他把 大柯和小柯沒有搞清楚 那個人叫柯文哲 不是叫柯建民 市長要問一下柯建民 今天早上有嗆你說住在玻璃屋 是你耶 說破倉效應已經發生了 沒有啊跟你講喔 我是不是要好員跟老柯相勸 喔你不要把我惹毛了 二十幾年的交情 你都打算不要了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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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